从4.4调升到4.7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但是它当然也有一些 其实我们要保留的地方 我先讲所有的官方的预测 通常它的政策的变数 一定都是假设在理想的状况之下 可是随着时间的进行 你会发现有很多预算的执行 行政部门的一些执行的延档 都有可能会让政策的效果 打一些折扣 所以当然有可能实际的状况 有可能会不如预期 那另外还有未来有很多的变数 刚才讲的 其实虽然主持人讲说 现在没有人讨论二次经济衰退 可是因为欧盟的问题 其实有些人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那再加上其实未来的台币的这个升值 是不是还是往升值的这个方向走 其实这个都是很大的 都有变数存在 所以我觉得其实主计处 不管是在这个经济成长率 或者是在人均的这个国民所得上面的那个预测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我们也是有所保留 是是是 不过黄老师 我们也许全盘来分析一下 包括国内的部分 包括两岸的部分 跟全球的部分 然后刚刚 杨老师也谈到说 欧盟就是特别是南欧 那四国的情形 让大家觉得很害怕 之前有冰岛 有杜瓣 然后又传出那南欧 那四个国家 意大利 西亚 这四个非常好的国家都传出来财务危机 我们先来看看国内的部分 刚刚我们谈的很多是不均衡复苏 也就是说部分的产业 部分的人好的非常多 但是绝大部分的庶民都没有感受到 然后这个叫做不均衡复苏 或是无就业复苏 传统产业还是很不好 再来呢 是我们很担心 今年会不会有股市泡沫 或者是房市泡沫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说 包括不动产跟金融市场 它涨得其实有一点夸张的 这部分 传统产业 还有一般的高科技产业 特别我们开放面板 可以吸进大陆之后呢 会有产业再度 二次外流的这些问题 失业率居高不下 虽然有稍微获得控制 可是那个五点多 还是让人家无法接受 还有产创条例 是不是真的能够协助 台湾的产业转型 国内的部分 究竟今年的隐忧 或者是变数 或者是利多会是哪些 我想国内经济 今年所面对的一些利多因素 一个大家就产创条例 刚刚主持人提到了 第二就是ECFA 在不断的在谈判 说不定乐观一点 今年说不定下半年 就可以签订了 那这两个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新增加的一些利多 那我就特别请教ECFA ECFA能改变刚刚我们谈到 所谓的不均衡复苏的这个结构性问题吗 ECFA它基本上呢 它是有一些时间的落差 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谈判 谈判到如果说在下半年签订了 顺利签订了 它的生肖日期还是有一些时间的一些拖延 那自己对整个产业的冲击的话 我想它基本上是正向负向都有 但对我们竞争力比较强的是比较有好处 竞争力比较差的呢 我想到时候两岸开放以后 它其实不一定能够得到太多的好处 但财创条例反而是会比较好 现在立法方向是针对一些创新型的大企业 有一些鼓励 现在听说农业也可以使用 现在连中小企业传统产业都会有一些鼓励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想这个残创条例呢 基本上对经济的贡献度是有 那除了这两个因素以外 我觉得我们比较临近在中国大陆 刚刚大家提到一个是欧洲一个美国 欧美这些其他地方 那一些可能会有二次衰退这种可能性的地区 其实在去年前年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衰退了 那我们台湾既然能够在去年下半年开始 就可以慢慢复苏 经济成长率从-0.98到-9.22 我想这部分呢 对我们来讲应该是 我们有一个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市场 那加上这个ECFA这种效应 我想对于台湾经济应该是利多一别 不不黄老师一下就谈到ECFA ECFA我们把它是定类在两岸之间的 这个经济很大的一个要素 两岸之间除了说ECFA可能在今年会签之外 还有会不会真正开放陆克自由行 那个也许是可以比较照顾到 一般其他非财团的这一些一般民众的经济生活 社长我请教你 你怎么样看待 刚刚我们谈了很多 所以这个复苏可能只会对少部分 但是ECFA可能改变 刚刚主持人在这个看板上面写的这个不均衡复苏 我觉得在所有经济复苏大概都不会说是全面复苏 一定是一定有这个部门跟部门之间一定有几个领头 所以领头我们大概就是说那种试点或启动的这个部门的话 可能它不能讲说它是一个不均衡复苏 就今天我们看到先进国家 基本上都是我们叫simple economy 象征经济的部门 就像这个证件股市这一方面 结果弄得很好 可是事实上真正我们对这个国民扶植 或者是对就业比较有贡献的 这个制造业跟工商业的部门 它就没有很大的这个带动力量 就没有很大的带动力量 所以对台湾的这个状况 我们也相同的 刚刚我讲了 我们出口部门的这个带动 这个本来在六十几年来 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都是出口部门在带动 可是在这个高科技的这个部门 假设我们寄望高科技部门的时候 高科技部门一向对于这个所得就业 跟这个税收的创造力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政策上 就包括今天的说副院长在强调说 这个副院长强调说要把失业率降低的话 那么可能我们不能够寄望 这个高科技产业 应该要把这个中小企业 让这一百二十几万家的这个中小企业 如果说他们有业务 有市场 有投资的话 每一个这个企业增加一个雇佣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所有失业率的问题 根本就解决了 你看我们这个像这个台积电 说有一千多亿的这个投资 他那个增加雇佣几个人很少 他那个创造的税收也很少 他对这个所得的带动 其实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也许就是说我们在政府 在整个这个政策上要重新再去 再去做一点这个思考 而且这个我们在里头 当然这个里头有一个是对ECFA的这种计划 就是说我们在民间投资的这个部分 把它设定了大概有15%以上的这个成长 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4.72里面 也有占了相当大的这个贡献 它就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台商的回流投资 第二个就是外商在来台投资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台商回流投资 在现况条件下 是不是可以像我们理想中这样 有一个很大规模很大量很大的这个范围的这种回台投资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这个相对的这个环境条件上 比如像这个产生条例不能通过了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对这个外人的来投资 大概都是一种障碍的因素 除非说把这些障碍的因素弃除掉 否则说我们要靠这个投资来带动呢 其实这个力量会受到蛮大的这个局限 社长我直接请教你啦 你认为如果今年台湾跟中国大陆签了ECFA之后 整体而言是利远大于弊 还是利略大于弊 还是完全相反 我想在这个是一个利远大于弊的一件事情 利远大于弊 最那个的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主机处的一个预测 也很诚实的这个反映在里头 他认为在今年呢 我们整个民间的消费成长呢 只有一点多 我们大概只有1.8亿 就是非常微量的这个成长 所以如果是我们开放这个LOOK进来 让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内需市场 也就变成我们这个内需市场的话 对于这个国内的这个内需 或者我们这个消费成长这个 使它成为启动这个经济成长的这个力量 应该会有很大的这个贡献 所以从这一点去看 就是ECFA的签已不签 特别是在这个部分 对投资的部分的贡献呢 可能不是很大 可是对于我们民间消费的增加 这个部分的很大很大的这个 所以换句话说社长您的看法 ECFA对台湾整个经济结构 就算不是九转还魂丹 也一定是一个大补丹 请教一下杨老师 是 我觉得ECFA 如果把它当作一铁药的话 这个这铁药它当然有它的疗效 但是也会有它的副作用 所以你下一铁药如果不补 不针对副作用补其他的药的话 后果会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很难说 副作用是什么 那我觉得一个 我想几个可能的副作用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一个是 这个就业安全的问题 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劳工 我们的薪资水准都比中国大陆 普遍来说要来的高一点 所以假如我们的员工 我们的劳工汇的东西 是中国大陆汇的话 那我们的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我们的薪资就不容易涨得到 那就变成说即使我们的整体的GDP 是在增长的话 它可能也是一个分配不平均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现在我们假设 我们其实我们签EGFA 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 就是我们签了EGFA以后 我们也就可以随后跟其他国家签FTA 我觉得事实上这是一个很不确定性的假设 而且